民众党的新竹市长参选高宏安 他被卷入了论文的抄袭事件 现在民进党持续的追击 民进党秘书长林夕要21号在中常会当中强调 要党公职发挥火力来支援 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现在也火速行文给资测会 要求必须要提供高宏安任职时间参与的所有计划 还有申请出国次数等等 并且要在三天之内来回复 当然这一回高宏安他澄清了博士论文 涉嫌抄袭怡云 但是因为中华大学夜间部的试验风波 引发了外界认为他是在占实力 同时被指出下个月马上就要到中华大学去演讲了 尽管高宏安两度录影道歉 但是应就止不住外界对他的批评 对此高宏安竞选办公室已经发了声明表示说 跟中华大学的学生会做了沟通 两方都同意演讲择棋再来做举办 好当然这一回卷入风波之后呢 就在高宏安召开记者会证明清白之后 反而引发外界质疑他是在占学历 甚至呢是不是有所谓的精英主义的意味呢 高宏安因此遭到了大量网军的攻击 让台北市长柯文哲现在也看不下去了 认为应该要检讨不当的抹黑手法 还有带风向的名嘴和1450 同时呢他也揭露网军一条龙式的抹黑攻击 要照着这个事实的揭露嘛 情绪崩溃还一度出境 民众党新竹市长参选人高宏安觉得 拿他跟林志坚比实在太委屈 现在焦点却被转移到战学历 柯文哲看不下去 高宏安被周刊爆料博士论文涉嫌抄袭 即使在第一时间秀六大证据自证清白 原本想强化不可能抄袭的形象 没想到反被绿营测译质疑是精英主义作祟 我觉得他的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啦 但是他逻辑应该是对的 就是说做贼的喊抓贼 重点是谁是那个贼嘛 至于这个贼到底是谁 台北市长柯文哲就分析 早上六点钟媒体发文爆料 接着到了大约八点 测译网军开始转发分享 甚至在短时间内制作成梗图 最后到了十点 对手沈慧宏就可以顺理成章的 在记者会中趁盛追击 很多呢是先由这个网军在PTT上面 可能凌晨的时候发文 然后再用大量的海量账号 去把那篇文章推爆 绿营测译在文章曝光后 开始强力转发 更直接呛声要高宏安退选 说他是超宏安 一张张梗图在网路上疯传 他们是会先由一些KOL 比如像是四叉吗 或是说周玉寇这种人 在脸书上面先发动 那他发动之后呢 就会有很多的 包括机器人 包括测译网军的这个账号 然后还有其他的测译粉专 会一条龙的开始 帮他们宣传帮他们暂想 他是一个出征的文化 在2022年持续的发生 他用过一些权谋的方式 去控制媒体跟政治人物 然后呢又豢养了一堆的 这个测译跟网军 根据美丽岛电子报 一份最新民调指出 在抄袭争议爆发前 高宏安的支持度 有百分之二十九点九 赢过沈慧宏的二四点九 和林根人的二十一点二 暂时领先 政党参选人 测译搭配媒体报道 打乌贼战 一路朝高仇恨值 这林俊风刘之宇台北报道 新竹这边因为今天美丽岛的民调 高宏安明显是第一名 他大概是二十九左右 那沈慧宏是二十四 然后林根人也是二十几 不过我认为林根人不能只看民调 因为林根人是五任的议员 当了二十年 还是党团的书记长 那你如果你可以去搜索一下 他在新竹办过万人宴 组织实力很惊人 我认为林根人就好比桃源的 邱一胜议长 所以他的组织的力量 一定会出来 那那个 我认为他应该是跟沈慧宏差不多 两个人不分宣制 可是高宏安明显就是民调领先 那高宏安基本上都是空军 所以这一些网路就认为 我觉得绿营大概就觉得说 高宏安就是空军 把他打死他就会掉下来 我觉得沈慧宏 沈慧宏现在很尴尬 就说你现在去骂高宏安 所以你抄袭 那如果林志坚帮你站台 高宏安就回答你 所以林志坚的论文 两个学校你认为有没有抄袭 那沈慧宏大概只能够回答说 人家正在申诉中 这里这里那个力度就小了 就被人家说你看没有是非 农国会日前呢 已经启动了香蕉去化收购 把收购的香蕉拿去喂猪 但是呢因为这个场地都在屏东 高雄没有半场引发了这个高雄的 焦农不满 再加上收购采收不符合成本 导致出现农民随地丢弃香蕉的状况 好高雄市长陈其迈现在已经说 协调了农委会处理 国民党的高雄市长参选 在昨天也有去拜访了焦农 因为不符合成本都宁愿不采收 焦农的心理全部都在淌血 因此呢呼吁农委会必须要拿出办法解决 我们香蕉去化 现在是成为我们养猪场厨鱼饲料 我们要看一个香蕉围就要高五块 再加这个冰冬 这个李港高 是怎么独特我们高雄 我们旗山米龙香蕉王国 招在旺角 都民进在挤 是不是麻烦主席拜托 市長跟我们 是不是来折成农业 叫甘农两署来正式抗议 我们高雄市不是洗完的呢 冰农现在九月十、九月十、九月五 现在有四顶在收 在我们最近的李港 所以我们的农业有做一些协调 就是说这些人看有的 因为今天而已过去就到了 到李港才在收 我跟工局长说 我也有拜托邱委员 跟农委会协调 看我们高雄市这有怎么收 这样就大家比方便 他们的确是非常的一个焦虑 他们就会看到目前的收购价在从2.8 到8块多 大概平均价格是5块多 所以对很多焦農来说 他们就是把一些香蕉就放在这个 焦园当中 他们就不会去用人工去做采收 因为没有办法去符合成本 我说那到底要收购价多少才可以 他说起码要15块 要15块才有办法 那现在目前为止平均 大概就是5块到8块 我觉得这对焦農来说的话 这整个心灵都是在淌血 因为收购价目前是太低了 这个对他们来说的话 真的情何以看 农委会必须要拿出政策出来 从抹红瓷记一直到质疑讲万安的身世 其实媒体人周玉寇进来 真的是不断引发蛮多争议的 台北市议员尤淑慧就说了 包含民进党的侧义 还有周玉寇其实都已经失控了 尤其现在周玉寇 好像是把自己当成所谓的绿营教母 不过他的一切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他自己 我们带您一块来听听看 这个失控不是他们自己人性的失控 连民进党对他们都有一点失控了 之前这个周玉寇在骂慈忌的时候 我遇到陈时中进党总部里面的一个要脚 我就说你们有病吗 你们是悬自己的票太多吗 为什么 因为周玉寇骂慈忌 为难到的不是别人 而是你们绿营自己的支持者 难道民进党的支持者没有慈忌的吗 周玉寇干这些事是为了谁 说穿的是为了他自己吗 为什么 大家去看最近几天这两周 他的节目的收视率是不是节节在攀升 他把友台他们同样是绿媒的 政论节目收视率都抢走了 这就是他的目的 我管你陈时中选举四死四活 我管你民进党选举四死四活 我就是绿营教母嘛 对不对 他现在就当绿营教母嘛 发动总攻击嘛 喜欢听呛辣的 通通来找我周玉寇 他之前不是在骂陈时中是什么 懦夫是不是 所以现在周玉寇 他所有的行径 大家不要觉得说 大家都在问我说 这对选举有帮助吗 这对他选票有帮助吗 不好意思 周玉寇的个性现在是考虑他自己 他没有考虑这个民进党选举 所以民党现在对他其实也很头痛 海黄鲍鱼干贝A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味道马上升级 他蛋白质是鸡肉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喔 MING PAO TORONTO